上星或太陽水平座在農曆八月 鑒於初一的寸女座生月 你們的自身整體運勢會如何呢? 首先讓我倒一倒自己米 如果在農曆八月水平座的朋友 你們有一些兩難的決定 什麼叫兩難的決定呢? 即是手掌是肉 手背都是肉 這些決定不需要找我去塔羅占卜 或者不需要找我去做占占卜 或者不需要找我去做一些命理服務 為什麼呢? 因為時間慢慢過 這件事會自動解決 例如有一個選擇 它自動失效 它自動就拜拜 然後你只剩下一個選擇去考慮 尤其是什麼時候呢? 尤其是過了西曆十月一日 尤其是農曆八月十五中秋節 所以就不需要特意找我去做一個決定 好 另外呢也都好消息陸續有來 如果過去有人去欠你們錢 他們會還錢給你的 或者這裡有一點點晦氣 就是如果你們有一個遺產運 OK? 承受遺產的運 所以可能如果家裡發生什麼事 那你們可能會是一個 起碼金錢上面都是一個受益人 或者是保險受益人 所以如果有任何保險單 別人寫了一個受益人給你 那你們都可以是利用這件事 還有離婚的善養費 這個時候也會 我又不想說一個賺字 但是會拿到多少 又或者 就算我不是說現在會馬上拿到 我剛剛說的所有的這些金錢 但是起碼這些事情 會得到解決的 OK? 又或者一些你以前石沉大海的一些 可能一些經濟援助的應用 它終於會有一個結果 別人終於回信給你了 OK? 又或者我當你以前去 object過一些收稅的 因為稅谷好像可以給你有objection 好像你說你好像收多了 不知道那些什麼什麼什麼 那別人然後又終於有回音了 OK? 又或者如果你以前一直去R贊助 那別人又會重新去reach out 那還有 如果以前有一些濕密 那在這個農曆八月 它又很容易會重現 尤其是一些很骯髒、骯髒 一些很濕濕、濕濕 這些陰陰暗暗的地方 那當然啦 如果你想自己去增大這些機會 那你就去這些地方去找一些 看看會不會是 就是跌了在這些角落的一些東西 就是你去查一下這些地方 看看會不會有東西給你找得回 OK? 又或者如果你是想吃那個金錢雲的 那你就去主動可能去 申請一些貸款 那這些貸款其實都一定是會非常低息的 所以在這些方面 水瓶座的朋友是有運氣的 另外 如果你們是想這些時候去做一些風水 身心靈 一些靈修 總之有關這些 spirituality 的東西 那都是一個非常之好的時候 那這裏是叫做增多的 我們去做一個加數 就是加強你們的身心靈 對不對? 但是我們同時也有減數的 如果你們一直有一些 什麼不好的習慣 一些癮 就是那些上癮 我當什麼性上癮 藥物濫用 瘀酒 吸煙 OK? 都可以趁這個農曆八月去戒掉他們 最後最後有一個非常之重要的提示 如果接下來你們有一些跟物業 柳嶼物業這些這樣的合約要去搞 那就千萬不要一定要找一個專業的經紀 律師那些這樣的東西 就不要自己搞 因為如果不是 有段時間你們後悔 可能會有一些甩漏 然後之後你要補更多的錢去搞好它 因為我好像知道現在有一些app是給租樓的 即是就不需要再找那些傳統的地產公司 好像是有一個app 不知道叫什麼 我不知道叫什麼名字 Anyways 那聽說這些app 就是你直接會接觸那個買家或者買家 或者那個租戶或者那個業主 那就散卻了一些中間的佣金那些東西 OK? 但是在這個農曆八月 那就奉勸水瓶座的朋友不要這樣做